最近中共当局接连抓捕了大批维权和异议人士 在薄熙来案开审之际 中共又明显加重了对异议人士的打压 分析指出 薄熙来案的审理对异议人士的抓捕 都反映了中共内部的混乱 而这很可能标志着中共高层内部正在摊牌 中国社会大的变化即将到来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上个月被当局抓捕的中国知名法学学者许志勇 在积压一个多月以后 于8月22日被北京检察院以所谓 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正式批捕 同一天被受关注的薄熙来案在济南开始审理 薄熙来当庭翻供对所有指控进行否认 在这场戏剂性评审中 就中共高层如何处置薄熙来左右派思潮公开展示了巨大分歧 对此权力运动发起人胡军表示 中共体制内关于是否需要宪政民主还是回到文革 发生了非常大的冲突 这造成了整个局势的不明朗 而目前的情况表明中共高层就要摊牌了 中国的变局将很快展现出来 他们做的事情就非常纠结了 非常混杂 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应该去做什么 同样是8月22日 为失血女儿进行维权的安徽邦部意见人士张林与许志勇相同罪名 也被检察院正式批捕 此外 广东知名维权人士郭飞雄在被广州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刑事拘留后他的律师隋木青两度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 均遭当局故意阻挠 维权网报道 黑龙江农肯维权代表刘杰在被以诽谤为名 行政拘留10天之后8月23日警方违法变更罪名 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刘杰刑事拘留 BBC中文网报道 曾经公开呼吁宪政的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忠 最近被学校党委停职 张雪忠认为校方这一决定完全非法 他质疑党委怎么可以直接对非党员教师做出停课决定 大学官员号称张雪忠今年6月发表的 对反宪政进行批评的文章违反了教师规定 今年年初南方周末因倡导中国梦应该是宪政梦 而遭当局删改并且引发一场风波 5月份以来中共喉舌发表一系列措辞严厉的文章谴责宪政 声称宪政民主是为了推翻共产党的统治 不适于中国社会 8月19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宣称 宣传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在会议上习近平还特意提到了薄熙来的大后台 前党魁江泽民提出的所谓三个代表 总体而言他现在对于所有这些事情无论是针对网络还是针对公民组 全都是为自己的统治苟延残喘 全都是想制造一种回公反照的这样的迹象 无非还是记起他的谎言恐怖暴力的沾满所 北京社会活动家胡佳表示 中国要走向进步 一定会有一个阶段 就是老百姓和当局的直接对抗 期间会有大量不愿屈服的公民被抓入狱 胡佳强调 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坚持 越需要有人用最直白的声音告知当局 公民有权捍卫自己的权利